Hello,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Shopify是一家电子商务软件开发商 总部设在加拿大首都沃泰华 2015年5月21日在美国上市 目前Shopify服务的商家超过50万 Shopify用了13年时间 从一个滑雪版销售网店做到百亿美元的电商独角售 Shopify将自己定义为一家电子商务软件服务公司 而并非卖家们理解的电子商务平台 Shopify与亚马逊 EBRE等平台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于Shopify本身并不参与卖家的经营活动中来 即不像亚马逊一样提供FDA物流服务 也不像EBRE 速卖通一样管理卖家的产品和订单处理 Shopify所做的就是为卖家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在线店铺托管环境 保障卖家的独立自建站能顺利访问 在线支付网关畅通 Shopify更像一个为卖家处处着想的管家 卖家需要什么 就想方设法提供什么 Shopify拉着来自全球各地 成百上千名优秀的网页设计师 为卖家的Shopify店铺 并指了上千款店铺模板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免费或者付费的店铺模板 利用这些精美的模板 你也可以把你的品牌自建站店铺打造的像苹果 特斯拉的官方网站一样精美 Shopify提供了数十款销售渠道插件 可以帮你轻松将产品和订单同步到这些平台上销售 而不需要另外再去平台上重新上传一次产品 Shopify提供了各种应用插件 从产品开发 拓展销售渠道 店铺设计 市场营销推广 订单处理 财务管理等等 应有尽有 而你只需要集中精力 组合好这些应用插件 提高销售即可 随着Shopify在跨境电商市场的走红 越来越多的亚马逊卖家也开始通过Shopify自建站方式销售产品 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平台 靠着平台的自然流量 自然订单过活 更多的是将平台和自建站结合起来 同步销售 平台和自建站各有优势 如何选择还是基于我们自己自身的产品 技术 资金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来选择的 以下我们分享一下做独立站的优势 一客户积累 耐家都知道 生意要想做的久远 老客户和大客户的维护是十分重要的 维护一个老客户的成本比挖掘一个新客户的成本低得多 自建站因为它的自由 你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它的功能 因为脱离了平台的限制 你可以很容易的获取到来访客户的记录或者他们的联系方式 这样就为产生二次销售带来的可能 久而久之 你会慢慢拥有了自己的客户数据库 你可以进行邮箱营销 节日问候等等 维护你的老客户 形成二次销售 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 这将大大节约了你的营销成本 提高了营销质量 二 操作容易度 显然对平台的操作更容易 只需要在用户界面上传和更新产品信息 管理分类 处理沟通信息即可 而自建站则涉及到一个相当长的工作链 从建立网站开始 就会面临包括网站维护在内的 应大小技术细节 然后还得做网站推广 SEO 数据分析等 才能让自建站的效果得以充分发挥 任何一个环节做不好 都会严重影响营销的效果 用户只需要理清网络推广的链条 具体技术工作可以全部外包 自己不需要参与任何技术细节 只要维护好自己的产品信息和客户信息就行了 三 竞争强度 由于平台上卖家众多 基本上是无差别竞争 要获得客户 除非有无法替代的产品特点 否则 就只有平价隔一条路 这条路也是慢性自杀的路 利润越来越薄 新客户越来越少 高竞争强度的必然结果 如果在产品方面没有出现奇迹般的升级 那就是慢慢自杀路 而自建站具有充分的优势来展示自己产品独特的一面 配以恰到好处的场景 有煽动性的产品视频 已有客户展示等等 营销素材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应用 即使客户仍然有回头去平台对比价格的可能 但你留给他的印象 是平台产品所不能产生的 4.推广引流1 付费广告推广在Shopify平台上建站开店 一定要了解Shopify平台跟跨境电商平台不同 不会因为你上传产品就会带来自然流量 Shopify平台是没有内部流量的 为了增加Shopify平台网站流量 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就是购买付费广告的方式来引流推广 一般付费推广的渠道有这些 Facebook广告 Google广告 Instagram广告 Tinterest广告 TikTok广告等 可以根据产品的特性 选定客户画像群体 进行精准的投放 提高KPI 2.免费低成本引流方式内容营销 网站根据产品 主题来创作内容 曾经利用竞争对手分析工具分析Shopify上流量排名前10的网站中 有一个很牛的网站 付费广告流量为0 流量来源全部都是YouTube 直接访问及搜索流量 分析后发现 网站内容营销是这个站能够脱颖而出的最主要原因 搜索词全是网站品牌词及产品的使用教程类 类似YouTube TikTok Instagram这些SNS平台是一个很不错的内容营销渠道 虽然内容营销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可能没有付费广告的效果来得快 但是确实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独立自建站以其独有的开放自由特性 成为了很多卖家经营跨境电商的首选方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源采购中心 在货源上有优势 在销售通道上并不具备任何优势 所以非常机晰地利用Shopify开发的Overload插件dropshipping 通过待发货的方式将来自中国的速卖通AliExpress平台 超级低价当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家仓库 有些海外个人卖家利用自身更加擅长的英语母语游士 婉转于Facebook等众多海外爆火的社交平台 将源源不断的流量吸引到自己的Shopify自建站店铺中 获得大量订单 简言之 海外个人卖家更注重的是社交媒体的站外引流 而不是平台入驻获得的自然流量 当然 Shopify不仅仅是和海外的个人卖家 从近期的谷歌数据趋势中已经看出 越来越多的中国卖家开始了Shopify开店之路 所以 不管你是个人卖家 还是速卖通卖家 或者是eBay 亚马逊等平台的卖家 都可以尝试到Shopify开店 学习海外卖家在Facebook等海外社交媒体上的站外引流策略 相信做过亚马逊 eBay平台电商的你也明白 做一家电商店铺就是一个滚雪球的事情 你坚持的越久 越到后面就有越多的销量和利润 你如果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Just do it 尽管去做吧